我是刘兆爵 澳门人 我是一个90后 一直从事这个投资相关的行业 并 dużo从事投资相关的行业 变成交易的地势 欢迎欢迎 2017年我们在澳门成立了一个加速器 现在目前来说投了不小项目 我们更像是炸牛 他因为他这个是一个千万级的一轮 我觉得我更享受这个感觉 你这个也是刚刚过来 这个城市建设领域 它这个信息化和制度化准备特别低 所以我们就对应开发了一套 就是这个叫CIM系统 所以你可以从他一开始规划的都会切进去 规划更早 在规划之前要策划 投资永远不只是给钱那么简单 有很多种类型的投资 有这种鱼用沙网型的 就他这个赛道他看好了 那他这里投一家那里投一家 总有一家他觉得能跑出来 这就是买盖率型的 像我们的话呢是一个狙击手型的 我们看好一家企业 我们投资了他 我们就全心全意的去帮助他成长 帮助他克服他路上的困难 我们投资了一些做人工智能旅游大数据的公司 一开始我们投资他们的时候 他们也就是刚刚好有产品 客户寥寥无几 团队都在不断地压缩 工资都快要开不起了 然后我们都积极地帮他去对接各种的政府呀 景区呀 社会呀 资源去帮助他快速地能有订单 有客户 特别是我们做早期投资的 你会看着他成长 我们更像是战友 而不是单纯的投资人 我觉得我更享受这个感觉 我觉得做我做投资 家庭的影响肯定是有的 我父亲呢 创办了澳门万国空股集团 是澳门最多元的一家非博彩的企业 我们家里的业务比较杂 有一些商场 珠宝 有物业管理 有一些房地产 我高中的时候就开始买卖股票 我是2011年就去美国攻读金融 因为美国有很多创新企业 他们也需要融资 就说那个时候开始对投资 有了最初的了解 我从大学毕业以后呢 就找了一份在投资机构的工作 没有去家里上班 也是想说看看能不能致时其力 所以是从最底层开始做起来的 我先开出来一点 我们现在要去的是那个车工庙 我以前真的你工作过 也拦起来了 可以进 我当时觉得 因为我也刚刚接触 每天都有新的团队 每天都有新的商业模式 每天都有新的人 比我厉害很多的人 很厉害的技术 你会觉得 你在这个时代的浪潮中 你是其中一份子 总的来说 还是觉得学习很多了 从我做投资到现在呢 我总共也投了十多家企业了 总的投资金额 应该也超过一个亿了 其中呢 有两三家企业也已经上市了 有一些创业者 我们帮他们 从一家规模比较小的公司 成长成为国内国际行业里面 最顶尖的公司之一呢 我们也是很开心的 在投资这个领域呢 从赚钱来说呢 应该赚得蛮多的 但是呢 我自己个人对物质上的 享受的要求很低 16年中左右去了北京 我当时跟别人合作了一套房子 有床 有室友间 就可以了 我可以用我省下来的钱 我去做 把钱这个东西 最大化的去使用它 也许我什么时候 我需要用到这笔钱 去做一些更有价值的东西 我们就去一下 我们疫情期间投资的口罩厂 看一下 看看他们现在生产的怎么样 生产出来 陆陆续续 赚了应该很有几十万 现在目前来说 情况已经稳定下来了 就开始转成一个商业运作了 但是呢 在当时的时候 风险其实还是蛮大的 从最开始的找合适的厂房 到生产机器 到这个原料的供应 这些全都是风险 当时的环境这些 每一环都很不稳定 但是我们还是希望我们能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我觉得这也是中国人的一个特质吧 小时候我们会经常回广州去看我们的亲戚 那时候还是挺折腾的 经过的汽车都会扬起一番尘土的那种感觉 现在坐高铁 一个小时 活动就到广州了 这些年来发生的变化非常大 我觉得对于港澳青来说 湾区会是未来创业的一片热土 我相信每一个人都在尽努力 去帮国家在各个层面上提升它的竞争力 我们的科技含量不一定是世界顶尖 但是它慢慢成长起来可能会变成世界顶尖 我希望我能帮助更多的创业者去创业